慰言集 郭兆明 当你能够以博爱无私的心 去做好日常的工作 那工作就成为你觉悟度上的工具 佛陀曾言 点言你的智灯 无人可代你解脱 认识自己 识灭烦恼达到涅槃 你就是佛 人类只是生存在宇宙某一个层面 假如你能够努力去了解其他层面 就可以减轻你生命中的痛苦 你想误度 首先要超越一切恐惧 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 无惧是觉悟的重要条件之一 更要知道恐惧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不要抱怨找不到理想的导师 请自问准备走上觉悟之路的条件 聚足了没有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导师就会出现 现代宗教已经被某些人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清静的释迦原始言教可以作为医子 并可以避免被假行者引起困惑 经常谈感性问题的人 你要注意 可能他自己都不了解问题的内容 作为人类 有责任将理性知识交给下一代 和培育他们 否则 你就浪费了人类生命的无相功能 人因为无知而产生恐惧和执着 当你明白了无相 无我 是宇宙的实相的时候 你就会无畏地走向解脱的第一步 整个世界就是学问的舞台 你可以从每一日发生的事物中学到一些 不要为曾经做过的恶事而过于自责 当你领悟真理的时候 人格就会脱胎换骨 但是你首先要有悔过的心 昂贵的服装是无法遮盖人类的丑态的 更不会令你特别美丽 请将善和美 融于朴实的生活中再表现出来 坐在山洞里面 而仍然怀念世俗的欲乐 是最痛苦的事 你可以经过接触世俗的事 和了解它的价值之后 再进行禅修 就可以免除潜伏欲望而引起的危险 你苦心自问 如果有一个法门 可以使你变成富豪 另一个法门 可以使你误导 但是只可以过平淡的生活 你将会如何选择呢 神通跟觉悟是两回事 神通会造成觉悟道上的严重障碍 并且会带来和患 有道之人一定有无私的特性 否则他一定是偽装 及有所图谋 聚绩金钱是一种罪恶 因为是剥夺他人才可以自负的 更制造了社会贫富懸殊 最高明的导师 多数在无言中传授知识 不会是空谈之事 无念不是没有思想 只是处事的时候心无所求 以利他为本 真理不是知识可以了解的 需要经过禅修心慧 才能够领悟 请虚心求教有道之人 才能够找到真理 出世和入世是两条不同的路 但是执着和占有欲 都是两条路上的敌人 都会为你带来痛苦 你需要用畏观才能够克服他 出世是牺牲之路 入世是征服之路 但是自我觉悟的目的 就是相同的 应该各守其位 和必须尽其应尽的义务 同样使用生命的目标 和用不执着的心去引证他们的成就 人可以在经历风伤苦难中 找到生命的乐趣 你虽然没有犯罪记录 但是并不代表你是清白的 你只是幸运地 没有被人发觉而已 我们的国家需要将现代文明 和理性传统文明互相结合 才能够发展成为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你得闲的时候可以冥想 我是谁 到你能够了解自己的时候 就能够了解身外的一切 这个是非常简单 而有深奥的反观自召法 是东西方行者都认同的 某些为死人服务的寺庙 已经使很多人变成妙足功了 那些虚索的偶像 成为被其他宗教作为攻击的对象 使到佛教信徒再多一层无名 请发发慈悲 不要再恐吓利诱 那些善良的信众了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苦难 而无知就是这些苦难的源头 经常短期穿烂衫和清食 独身躺在地上 口袋里面放少点钱 你将会感觉更能够自在识意 假如你经过拥有财富 地位 明星 而你又能够舍弃 那代表世界上 再无人和事物可以影响到你了 那些只有形式上的出家修行 只能够带来痛苦和挫折 出家 而不了解目的 更会使旁人带来很多困惑 虽然你无法改变存在的环境来适应你 但是决心和毅力 可以使你成功地度过这一世的生活 假如你整日去追求名利 而不去学习如何充实自己的心灵 代表你只是人形动物而已 超越智慧的本性就在我们深海里面 只要你能够放下明利欲望 接受无常的现象 它就会开始显然 放下并不是叫你弃绝世俗的事物 因为无人曾经真正拥有任何事物 而只是要你将那份占有肉去掉就行了 你不必刻意放弃些什么 否则你只是跟自己过不去 并没有其他意义 不要过分讨好或者遷就你的遗孙 否则你给他的事物就会变成家所 儿童时代的教育更重要过大学的教育 你不要为了要目的才华 或者追求虚荣而去工作 请以照顾你的子女 作为你的神圣职责 青少年的犯罪 多数是缺乏无碍而引起的 觉悟真理 不一定要穿上出家人的衣服 如果你能够对身 口 意 有所节制 加上不断的正见羞耻 这一件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要细心审查你的修持导师 不要给他的名气或者形象所吸引 你可以从他是否无私平等地待人 是否依法而行 才可以跟随他 否则你将会浪费时间 我们可以经由出家 或者在家修持之路 而达到觉悟 但是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都要诚实 诚心 和诚意 并且很忠实精进地向前行 否则将会毫无益处 不要将严格的戒条 强加在人家身上 会使别人带来很多困扰 更会使得他隆虚作假 在家生活 不能够没有饮食 盛事 睡眠 和保卫自己的欲望 我们需要正视它 和作色度的控制 将欲望的满足感 化成深圳上的经验 从而正误无常 和无我 从今天开始 以承代人 不要再欺骗自己 觉悟之徒 将有你的足跡 如果你的学识 不能够为人无私服务 就会变成虚荣 和傲慢的元素 不要害怕挫折 和打击 它是你成长的阶梯 如果你不能够将知识 用于日常生活中 那代表你只是知道 而不懂得去实行 真正的知识 不在乎领悟多少 而在于你是否能够熟练地实行 每天睡醒的时候 将生命当做是由零开始 而睡觉之前 就回想一天内 你享用了些什么 并且仍然能够活着 你应该感到幸运 因为有很多生命 在这一天已经消逝了 当你能够控制心意的时候 那外在世界所发生的事 就与你无关了 不要将你的金钱 布施在无意义的事物上面 否则你善意的种子 不能够结果 要使用你的智慧 去进行布施 才能够与因果法则相应 华人社会寺廟临立 大量消耗民间资源 与理性思维 使得出家人的慧命枯毁 我们有责任将这个毒楼铲除 我们可以引用 释迦原始巴里语的法教作为依据 就能够减少 因为施利而立的宗教纷争和困惑 并可以跟释迦 直接相应交流 生存在现实世界 你只能够更现实去面对世界 才能够解决问题 释迦法教 更加是超现实的方法 它从没有叫你去逃避什么 或者求取什么 只是叫你用实质 去接受任何面对的环境 无常不是坏事 它带给你正确的观察力 使你能够利用无常现象的功能 去做利人利己的事 一个法教传人 不可以为了迎合众生口味 而过度遷就 否则道众不成 反而被人道了而不自觉 释迦学说被演变成为宗教之后 和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驱寒一样 更使得有色之事疏缘 利用宗教商标或者元术 在贪婪 无知 恐惧的群众身上打主意而生存的人 就连那些无奈靠作技为生的人 都被他们高尚 有些行者正利用偶像神话 去宣传释迦的法教 他们只能带给人家心无知和痛苦 我们的国家国运不振 这个是原因之一 释迦曾经说过 你需要自我的归衣 无人可给你究竟贵意 我本身你都要审查 对你的导师更加需要小心审查 释迦学说是人生的学问 不是去养活一些偽装的行者 不要去求神问卜 你只能够自力更生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你希望通过占卜 命上 方位风水 阴阳术素 而得到一些好处的话 除了表现出你如痴的一面 和养活一些邪命的人之外 对你并没有任何帮助 努力学习 敬业拗业 广师助人 奉公守法 接受无常 这些就是最好的述数方位 释迦是无神论 目前寺庙临立 和满天神佛 如果你能够动息其恩 就会知道 这些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剧 目前世界的问题 不是金钱和权力可以解决的 只有道德和智慧 才能够收效 我们推广释迦学说 其意在此 如果你同意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释迦茅尼 就请你引用他当年的巴里语法教 作为传播的根据 否则 你犯了污染真理的过失 接着我来说 你犯了污染真理的过失 这些是我们的 优优优独播的根据